你后面没有加encoding等UT8 它会出现说你这个档案是UT8 那我没有办法用CP90的方式帮你打开 所以会产生错误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还是不想加一个方法 要不就怎么样 你就把这个档案另存一下 另存成什么呢 ANSI你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你就不用加了 把它存一下 你会发现把它盖过去好了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如果这样把它储存 可不可以跑没有问题 OK所以三不转路转 OK如果你要你那边不能改 你不能加 你不想加那不然你就怎么样 就直接改一下那个档案 你就当然不过前提之后立定存 不过看将来你怎么应用 如果说你将来那个档案 你就UT8 那你定存新档 一定要记得这边叫encoding 一定要加UT8 否则都会出错 如果我们像刚刚一样 那你这边后面叫encoding 等于UT8跟他讲一下 大概就差异在这里 那当然因为那个不同的平台 可能编码方式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再做一些变化一下 OK 那还有就是说那个 这边的那个正斜线反斜线 如果你Windows这个方向 那如果你今天不想加这个小啊 你其实这边可以全部把它改成那个 这个正斜线也可以 可是变成你就要取代了 那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习惯路径 直接就从那个位置直接贴过来 那贴的话 干脆加个小啊一个动作 跟取代成正斜线好像感觉 可能还是加个小啊比较快 所以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如果你在Windows 那如果你在Linux或在Mac上面 你还是都要把它改成正斜线 OK 那这个是环境上的差异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我们刚刚读取进来的东西 把它变成像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如果今天哦 读取的话 我只要读什么 前十个会员就好了 另外的话呢 第二个问题我只要什么呢 两个蓝会就好了 因为将来你档案读进来啊 你可能一定还是要做一些 这个筛选 就是你要取舍 你要你要的部分跟你不要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以这一题来看 我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有五十个会员 我只要前十个会员就好了 诶怎么办 OK 第二个问题是说 我有五个蓝位 可是我只要 第二个蓝位姓名 跟第五个蓝位手机 要显示出来 那这大概怎么做 有点像 将来你可能档案进来的东西 跟你将来要输出到资料库的那个 栏数跟 栏数 那个栏数跟栏数不同的话 那你势必就要懂得 在回圈里面做一些变化 否则的话呢 你这个地方就没办法正确的得到你要的结果 那这里的话我们分开来讲 第一个我要怎么样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后有个换行 我要把那个换行拿掉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刚刚写过 第一个我们用REALIZE 特别是要加个S 加个S结果就不一样 那因为我读过来的东西是一个串列 所以我前面把S改成那个 变数名称我喜欢用REALIZE的 然后呢再来的话 for回圈我们刚刚是用for什么 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指的是全部 我全部你通通帮我读进来 那先一个一个的个别读到S 在哪里呢 在那个REALIZE里面 OK 所以REALIZE 这个写法是说for each in REALIZE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帮我逐个逐个 帮我丢到那个S里面 然后呢 我把它一个一个的print出来 所以print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printS 它就会怎么样 帮我把它全部读了 那不过读出来你会发现 这边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 这边在print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如果先print什么 print这个list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list里面呢 其实后面就会多一个换行符号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print的时候 这边有多一个这个换行符号 所以呢理论上我需要怎么样 在print的时候就把它拿掉 那怎么拿掉 特别注意喔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 在当它print它的时候呢 可以喔 在后面加一个 加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是去除掉 它左右两边任何一个 只要出现某一个 某一个字串的时候 帮我去掉 那个方法叫strip 这个strip 也非常重要 strip ok strip的话呢 不过你会把它点下去 它也会出现 strip 小刮壶 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加一个双引号 跟它讲说 帮我去除掉 左右两边的这个换行 换行的话就是反斜这个N ok 那我们这样子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再print一次你会发现 它就会少一个 换行还记得吧 那这个strip就是去除掉 左右两边的喔 ok 不过如果说你的换行 刚好在中间 你就不能用strip 你可能要用另外一个 函数叫repress 取代 ok 不过因为刚好在左边 所以我们就用strip 应该ok 如果加个strip 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第一个问题会解决 ok 各位可以看到第一个问题解决 因为它会把那个 最后那个换行把它strip 就把它拿掉了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ok 所以我们第一个解决 多一个换行的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 我把它解决什么问题 如果这边有50会员 那我只需要什么 前十个就好了 后面的不用出现 那怎么做 ok 那接下来的话你就要想一下 回圈的数量 有没有 现在的写法 其实这个for for s in this 这个写法是for each的意思 就是每一个 这个在这个串列里面 每一个都帮我抓 抓到没有为止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要 只抓到 第十个会员 不过第十个会员 你可能要想 刚好他第一个 刚好是他栏位名称 然后你就说 刚好应该抓到 0 1 2 3 4 第十个应该是 就0到10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说今天 要有一个范围性的话 记得啊你就可能要把 这一个 把它改一下 我就把它处写一下 如果改写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要用for 一样用for为圈 写的方法就跟我们之前写的一样 for i in 用range的方式 ok 我们for i in range 那这个range的话 你可以给它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我们是要抓它的 阑位名称第0个 逗点 一直抓抓抓抓到 第十个 所以在第几个停下来呢 应该是 10嘛 11 11 11停 ok好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呢 这样的叙述方法就是 那我会先得到一个index 那将来如果说我要输出的话 你就不是s 那你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记得 你就要把什么 这个list 放到这边第几个 list的第几个的话 中国阿古 这边又加个i就可以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第一次就抓到什么 抓到 这一个栏位名称 这个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2 还一直在里推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写完之后呢 理论上呢 他print出来 应该 就只会到 编号10 那个人 就停下来 ok 应该可以看什么意思 所以将来你要懂得怎么样 你要的资料 可能是在那个档案的某一部分 那你就记得要range ok 如果你不用这一招的话 那恐怕你要抓资料就会有问题 因为有时候档案不是说全部都读 只是说读某部分的话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执行看一下 你没办法写 刚刚好 他就读了第0个 第1个 一直到第10个 11停下来了 没有了 ok 好 就第2个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解决了2个问题 第1个是后面的多换 第2个只读前10个人 那第3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我要什么 我只要姓名跟手机啊 因为将来 常常遇到就是他给我们的 像外部人家给我们的档案 RAWDATA就是什么都有 但可是我今天呢 只需要他给我的这个RAWDATA里面的 因为部分资料嘛 通常你不需要那么大量的 你只需要那个DATA里面的某部分资料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要怎么办 假设手 我只需要第二栏 姓名 跟手机留下来 其他不要 OK 那怎么办 如果你没有招 这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贴到ESEL去处理 有时候比较快 对不对 但我们现在不是要你用这种取消的方法 这个贴到ESEL还蛮快的 ESEL贴上去资料剖析马上就有了 可是我们不要去想这种招了 我们要想就是以后 所有东西通通要在Python裡面完成 那其实也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有点像你贴到 那个ESEL就要资料剖析 所以特别之外 你要先取得他 然后资料剖析 剖析完之后 留下第二栏跟第五栏 所以这个等样的写法 也跟那个一样 那个是看得到的 这个是看不到 不过看不到的话 你要把它懂得转化 写的方法我跟我讲 1 我们先怎么样 一样要把你得到的这个东西 怎么样 先切开来 所以特别注意 在这里的话 我需要什么 先把我得到的那个 这个东西先切开来 然后再只输出这一个跟这一个 那怎么切 一样嘛 就把ESEL1的这个切开来 切开来的话 那他一定什么 list这个东西切 切还记得吧 点什么 Sprits OK Sprits 这个很重要 你会发现常常用到 他就等同是 EXEL里面的资料剖析 有没有 资料剖析不是都要哪一个符号 然后剖到哪边 对 剖到哪边 前面一定要给他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范围 所以前面我再多一个什么 用什么切呢 用 我习惯是第一次list 然后第二次的话用list 2 等于 OK 那我就把 刚刚的这一个 比如说像这个资料 我就把它剖开来了 放到哪里呢 放到list 2里面 那不过list 2里面 我只要什么 姓名跟手机 那我就底下的话 这边改成2 然后呢 这一个 这个是第几个呢 01 所以这边的话就输入1 然后 加上串接什么 串接一个斗点 再串一个第四个 第四个就手机 不过手机后面好像有个 有个那个 那个换行一定要拿掉 所以我就把这个 放在串接一个什么呢 串接一个第四个 0 1 2 3 4 OK 那第四个因为 它切开来之后后面会多换行 所以我故意把这边 就是刚刚那个strip 把那个换行拿掉 这个拿 把它保留 否则的话呢 将来 如果忘了加这个 会变成说 又多一个换行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 先把list 1的东西 切开来 再丢到list 2 那再利用list 2里面 我要的哪一个 再把它print出来 所以基本上 大概程式也没多多少 就多一行 多一行 切开来 然后再分别 把那个list 2的东西 再输出 OK 那未来其实 为什么我习惯写这样 因为以后会有很多 先切第一个list 再切第二个 以后第三个 第四个 尤其网络爬虫 因为爬虫这么多 其实这个写法 以后 那个跟爬虫结合 会非常有关 因为网页就这么多 网页里面我只要某部分东西 所以你要怎么样 类似就剃掉剃掉 留下你要的部分 那写法跟这个蛮像的 好 资料库也是一样 很多资料库也是 你要抓你要的再塞 你要到你的那个栏位里面 也是类似的方法 所以这个我想 请各位一定要非常熟练 如果你这个不熟练的话 后面你恐怕会更有问题 请各位还是务必要非常理解 这个不用背 尽量不用背 这个没办法背 要理解的 好 做完了对不对 剩下来就看一下结果 OK 如果OK的话 那恭喜 如果你也写得出来 没有问题 那恭喜各位 你就应该 越来越进入状况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好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所以我只需要什么 前面五十个会员跟两个栏位 OK 那姓名跟手机 那要怎么完成 那程式部分的话 其实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们要参考的话 云端上也有 我刚刚写完的这几行程式 其实你会发现 这看起来很复杂 如果真的留下来的程式 就只有五行而已 我根本不用 其实好像要特别背也可以 因为只有五行 但其实真的 这不需要特别去用背的 用理解的 我想慢慢你可以知道 怎么去做它 也就是如果将来 你要全部读取 你就是用for each 如果你要部分读取 你就for range 大概就这样子 我的习惯 反正我看 要全部就for each 要部分就for range 然后如果需要再把那个串列再切割 那就再切割 然后再丢到另外一个串列 如果串列里面还有串列 那你就再切割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有非常多 串列里面还有放串列的 那就二维串列 还有人更变态就是串列里面 再放串列 放三维 放四维 所以怎么办呢 你放那么多层 那变成我麻烦 那没关系 你怎么丢 我就有点像剥洋葱 我剥一层的 我再剥一层 再剥一层 就剥到我要的东西 所以我的理解 因为我习惯 还是用我习惯的那种逻辑去 去抽丝剥剪 那未来当然像网路爬虫也是一样 就是也是把这个不要的先剥开 再不要的 不要的 剩下就是要的 要的就把它print出来 看你要把它print 看到了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再把你要的东西 丢到资料库 就insert into到资料库 就完成了 OK 所以乍看之下很困难 但实际上 你如果懂的一些诀窍 好像我这些都是固定的模式 反正就是见招拆招 OK 全部就for each 部分就for range 蛮好记的 OK 试一下 嗯 大概 上张 有一个 争门 没有 や 有一个 有一个